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深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 开展人工智能家行动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当前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突破 如何应对全球AI系统性竞争 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 柯大逊飞董事长刘庆峰建议 制定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聚焦自主可控的底座大模型主战场 我们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成建制的团队 有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积累 我们从目前看起来 我们有信心在半年里赶上 现在GT是特殊最好的水平 总之会在半年到一年半的动态周期内 在动态的快速追赶 确保不会有代差级的落后 大家既不要耸人听闻地以为差距很大 同时又要科学理性地看到差距所在 要快速赶上 所以中国一定要大力发展通用的底座大模型 而且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来快速跟进 我们有信心在自主可控的平台上实现快速追赶 在行业应用和生态上 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优势 这是这次最重要的建议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国家规划 应该尽快制定 刘庆峰认为 人工智能能够赋能千行百业 助力民生刚需 将彻底改变产业形态和竞争格局 而针对可能颠覆未来的新技术 中国也应在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领域做好布局 大家今天在大模型这个发展方向上 事实上是看到了 只要模型尺寸上一个数量级 它的效果就会上个台阶 但大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 可能未来要靠什么 靠量子计算 源头技术的创新和布局 以及相关的科研氛围国家 一定要高度关注 否则这一次以大模型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 我们可以紧紧跟上 但一旦三五年之后又出现一个颠覆式的底层窗 可能会被远远拿在后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源头上做更好的捕捉 此外拔尖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同样重要 刘庆峰认为 应联合头部企业 打造一批人工智能人才产教融合培养基地 为优秀人才提供专项临选机制和通道 所以现在要构建顶尖高校顶尖企业 和顶尖的实验室联动的人才培养体系 有创新激情的最优秀的联系 用特殊的通道给它选拔出来 毕业也不要再为论文制 要以它真正做的成果 解决国家卡脖子 以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地位来判断 能做出一个对标国际最好的大模型 或者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算力平台 即便没有一篇论文 它也应该是优秀的博士毕业生 当我们把现有的产品和技术 快速赋论我们的新增生产力 我们在源头上做好了长期储备 再又把优秀人才脱颜而出的机制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就可以更好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